中午十二点 远处修路的民工朋友们 也在吃着中饭 他们吃饭 挣钱是为了老百姓修路 而楼下的国报警察 他们吃饭又是为什么 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已 纳税人的钱 修路和雇用国报警察 使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但效果就截然不同 盼着这条路早点修好 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便利 盼着这些警察早点离开 能让我们获得我们固有的自由 天赋给我们的自由 8月4日上午十点半 通州区国宝支队的一辆便衣警车 停在我家楼下 看不出车上有没有人 车牌号码京JY3395 在2月至3月积压我期间 这辆车也经常出现在 吉亚地点 这些人每天都会在这里 留下一地的垃圾 扑克牌 吃剩下的残羹剩饭 还有报纸 以及烟头 傍晚6点 经济24758 一直盘旋在我们的小区里 你知到你妈知道你那个 你的事情 知道一点点 怎么了 她看你的博客 她有每天看吗 不知道 她会看的话 她肯定不会错过的吧 她肯定不会错过的吧 但是你爸不知道 我爸不知道 我爸怎么会不知道 你妈说你爸没那么了解 这就是你妈自信的地方 8月6号 8月6号 2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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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